我也是跟一個 也是你們的長官 也是泌尿科的 他就問我說 他私底下誤我 他說你們中醫 是不是有一個化石湯 我說怎麼說呢 他說他有個病人 就是也做了那個 體外症食做完了以後 那就石頭就下不來 可能就是有這種 發炎的現象 卡卡的發不出來 那就很煩惱 後來這個病人 他好像在跟我說故事 他說這個病人 後來來了以後 全部都化掉了 X光什麼都乾淨 他問他說 你頭前都不好 怎麼會好 他說 後來確立到一個 他不是叫醫生 他說他找一個廟宇 然後一個和尚 那個和尚 他這樣在講故事 他就跟他說 他給他一個化石的 我們說的藥材這樣 給他煮一煮吃一吃 他就這樣就好了 就化掉了 後面就化掉 他就問我說 真的有嗎 我說是有 但是還是要看體質 因為在中醫的理論裡面 這個呢 石頭會在某一個地方卡到 就是氣血或者說 我們說等於最濕熱 卡在那個地方 可是他要移動它 就需要什麼 需要我們身體裡面的這種 是 所以藥材有哪一些 藥材有哪一些 很簡單 這個金錢草 這個是可以 就是一般我們 在中醫裡面 它可以活血化瘀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這個石頭 比較會蠕動得快一點的 所以有化石的這個部分 所以它長得就圓圓的 金錢草 金錢草 然後還有一些止痛的 因為它會卡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三 這個是 就是活血化瘀的 好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是 還有這個 這也是在清熱的 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們中醫 有傳統用到的一個化石 這個是 你猜這什麼 雞 雞 雞 我們的鳥或者雞 常常在刺石頭 小石頭 它的胃就會很強 一層的保護 就是它的肌內筋 所以就用這個部分表示說 它可以以形不行這個意思這樣 來 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海金沙 海金沙 對 海金沙 海金沙也是可以就是以沙 以沙取沙這樣 以沙太沙這樣子 對不對 好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車前紙這個部分 車前紙 還有一個 因為也會怕它痛 然後我們還要加一個滑石 讓它滑滑的 讓它滑下去的滑石 就是這樣 天生萬物也會有一些 相克的一些東西 那我還幫它做了一個針灸 那些針灸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這些穴道 那我們會用到就是相關那個 這個跟我們的聖經是有關係的 譬如說我們會用到這個地方 有個大吸血 對 就在我們的手腳的這個部分 它這邊有 我們就這邊這一根 在我們的這個懷骨 就是內環上面 這一條是我們的皮筋 那後面一條是我們的那個聖經 在這上面那個 是 做個探測點 通常在這大吸 然後還有在這上面 這裡有一個 它雖然是皮筋 可是三陰交走皮跟聖 所以這個地方也可以用 還有味精 這邊這邊就有一個味精 有個竹山裡 那這個竹山裡也是很好用 那通常我們在針的時候 不會直接針在竹山裡 會長針然後放久一點 長針藏在裡面 不是 就是比較長的針 比較長的針 然後會把它就是連轉一下 扎了以後 那看 那在扎之前我們會在這上下摸 是 看它有一些地方壓上去 它會有一些痛點 可能就是表示我們這個 因為它有時候石頭 並不是在我們剛好說的 是尿管 所以在下面一點 或者是尿道 所以這個部分要做一個探測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紮針 兩邊都要紮 那甚至手 手這個地方也是對稱 後面這個對稱我們的下肢 所以這邊是我們的河骨 那下河骨的地方 也把它紮下去四個部分 那甚至耳朵 那耳朵當你在腎結石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或者是說你在尿道發現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這個腎區這個地方 膀胱啊 是尿管這個地方 這個凹洞 這個進去這個 這個地方 你就會發現它會有一些壓痛點 比如說我們醫生可能從這邊壓上去 特別痛是不是 特別痛 然後甚至於它有反應點 那整個那一點是紅色的這個地方 OK 我們就直接什麼 給它扎下去 但是 腳可以扎 耳朵可以扎 手耳朵可以扎 但是這個扎 並不一定要用到針 有時候我們會用到一些磁石 或者是說 像米粒大的一些 直接貼的種子 就把它貼上去以後 回去你就要好好的刺激 要按 自己按一按 痛點的地方按 就是按了 痠了 脹了 這樣最好 但是不要忘記 它需要你的什麼 除了這個排石湯之外 這個水分比較進來 水分很重要 才可以促進它往下蠕動出去 不然它是卡卡的 所以總而言之 我們今天講尿路結石 就是多喝水 然後多運動 然後你自己飲食要注意 我們剛剛講 含草酸的食物 儘量避免 還有你自己的 有沒有憋尿習慣等等 接下來 我們今天的健康問診室 我們來看看 這是來自於內灣的 張簡玉珍女士 她說今年52歲 半年前身體檢查 發現有了結石 雖然平常不太會痛 她很想去治療 不過她聽說 做那個體外症波的碎食術 好像會傷到腎臟 是真的嗎 剛才其實陳醫師 有大概講了一下 剛好有提到 就是說其實目前統計起來 千分之六 那這機率其實非常低 千分之六 一千個六個 對 而且事實上 假使萬一你真的是 又很倒楣的六個 六個就可以去買樂透 沒有 就請吳醫師幫忙 這樣子 就是真的是那六個的話 也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腎臟的話 它本身外面有個包膜會包住 所以就算你腎臟出血 它並不會 跑到整個肚子裡面去 它就局限在腎臟周圍 然後之後就是慢慢會吸收掉 它會慢慢恢復是不是 也不用說因為打了疼 出血就需要開刀什麼 非常非常少的機率 就是說你剛好 比如說血壓非常高 一百八 一百九都沒有控制 打下去出血了 是 然後造成大出血 大血尿都不會止等等 那種情況才會去 真的遇到手術 是 不然基本上其實 這機率是來講 很低的 而且很安全的 對 後來我們那個病人就 這種心意結合 後來還是讓它如其 趕上飛機要 好 真的要更大 如果說石頭太大 然後你硬是要用體外症波 一直打 大概也不行 大概也不行 對 可能就要取出來還比較快一點 對 還不如就是可能有一個小手術 然後就是腎臟開一個小洞 或是把它就是打一個洞 然後繼續把裡面打碎 重點是不要再長了 是 所以今天我們講了 這麼多關尿路結石的一個知識 提供給觀眾朋友做參考 如果觀眾朋友有任何的意見 或任何的健康上面的問題 歡迎寫信到我們的官網或是FB 我們會請專家在節目當中 為您回答 謝謝今天的四位專家 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